原创话剧《上甘岭》即将在10月1日隆重开演 你们都超爱的高颜值音乐男神阿云嘎 为这部话剧翻唱了主题曲《我的祖国》 在接受专访时 阿云嘎谦虚表示自己这次翻唱压力超大 为了能更好的入情发挥 他还会在演唱时为自己设置一个角色 不得不说 听完阿云嘎现场清唱的那一小段 小巴哥瞬间就能get到画面感了 今天刘云云老师也帮我扣歌啊 就是帮我好好教了教这个歌怎么唱 确实是这首歌我接到之后呢 我还是压力很大的 我今天就是属于很轻轻的在试探的 我看看怎么样唱能可能更质朴 这首歌你可能没有办法用方法来去演唱 就像我把自己归类于一个18岁的青少年 一个刚刚爆笑祖国的这样一个小战士的一个角色去演唱 可能更质朴 一条大河 波浪宽 风吹到花 像两岸 唱歌时专注认真的阿云嘎 私下里还是一个模仿能力满分的欢乐喜剧人 听听他现场靠似上甘领艺术总监黄红老师的声音 绝对是百分百还原的水平 每年春晚基本上就是都会看到他的身影 他的说话都是这样的声音 咋的呀干啥呀 这个声音是有很有很有黄老师的这个味道 我们经常也会模仿他 他的声音有一种润润的很有特色的声音 很幽默很喜欢黄老师 是这样的吗 说话是是这个味吧 这位心境欢乐喜剧人在粉丝心中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劝学导师 不过不知道劝学导师的游泳课成绩如何了呢 不用在一米的范围之内不需要 对一米八就按照我的那个什么 看看能不能呼吸到到鼻子口啊 就行 能呼吸就行 那没问题 想成为阿云感老师的真爱粉 除了多打卡读书和多运动 也要记得多多支持他的音乐作品 为他打call哦 就要听我吗 这一段时间都拥有 不过 这么多的疮呆 怎么每个人都识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